警方正在清点冰层里的失踪男士 水之下一刻 尸体喉咙居然发出凄惨的嚎叫声 这就是2024年最新上映的犯罪悬疑神剧侦探 该剧绝对是众多影迷心中的标杆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故事开始于阿拉斯加的高山之巅 一名猎人抬起猎枪 对准了远处正在休息的驯鹿 忽然一抹阳光照耀在冰原之上 这群驯鹿像是受到召唤一般 开始举足狂奔 竟然毫不犹豫地跃下深不见底的悬崖 当黑暗笼罩大地 安尼斯小镇旁的北极科考站内 六名工作人员正如往常一样工作娱乐 忽然有人开始全身颤抖 画面一转来到三天后 一辆不计车驶进了科考站 司机大叔喊了半天没有得到回应 他只能亲自跑进去查看 谁知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隐约间只有一道黑影掠过 餐桌上的食物没有收拾 电视机还在播放节目 司机大叔疑惑地四处搜索 直到他在桌子底下发现一截人类舌头 小镇警长丽兹很快赶到现场 二话不说先是暴力关掉扑造的电视机 随后才开始仔细打量四周的布置 失踪人员的手机全在这里 说明他们并不是外出执行任务了 根据食物的新鲜程度 丽兹断定这些人已经消失48小时以上了 他建议立刻派遣直升机 对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接下来就是那块诡异的断舌了 上面的划痕像是常年铁石余线留下的 说明他的主人是当地的原住民 现有的线索存在许多相悖的地方 丽兹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 走进一间实验室时 意外看到白板上写着几个大字 我们都得死 这让看似简单的失踪案件 再次蒙上神秘面纱 丽兹等人带着满腹胡衣回到警局 却不想办公室里有个人已经等候多时 对方的名字叫做伊万杰林 六年前接手过一个案子 一位原住民因为抗议当地矿产开采而惨遭杀害 为了避免卷入当地势力的利益之争 新来的丽兹警长将他调制成为骑警 剥夺了继续调查案件的职权 不过伊万并未因此放弃 这么多年来 案中搜集了不少线索 直到刚刚听说在科考站发现一根断舌 他第一时间跑过来询问状况 因为六年前那名被害人的舌头离奇消失了 伊万本能地觉得两起案件存在某些关联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丽兹 只见他立刻取出当年凶杀案的卷宗 被害者是位叫做安妮的女性 全身上下有32处利刃伤口 利兹复盘了所有资料 除了断舌之外 他还发现了一个跟失踪案相关联的地方 那就是受害者安妮的同款外套 居然出现在科考站的一位队员身上 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 与此同时 一位叫做罗斯的当地猎户 意外看见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身影 因为对方是他去世多年的丈夫 罗斯的脸上没有半分恐慌 竟然跟着丈夫缓缓走向冰层深处 没过多久 奇怪男人停下脚步 居然在雪地上表演了一段诡异的舞蹈 随后他就抬手指向一个地方 罗斯放眼望去 下一刻便点燃了信号弹 原来他找到了失踪的科考人员 利兹和伊万匆匆赶到现场 可看到眼前诡异的一幕 琪琪愣在了当场 坚硬的冰层上露出几张猙獰的脸庞 他们临死前像是经历了极为恐怖的事情 脸上的绝望和焦急 被瞬间定格成冰雕 更加诡异的是 这些尸体全身上下未着寸缕 衣物被整齐地摆放在不远处 利兹发现有个人的额头上印着诡异符号 正在差异时 一旁的尸体忽然发出沙哑的嘶吼声 突如其来的一幕 连从景多年的利兹都忍不住心中打鼓 于是立马找到学校里的地质学家 对方曾经跟科考战友过短暂合作 他想知道那些科考员到底在研究什么 地质学家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合作时只看到他们一直在挖掘冰层里的微生物 说是要探索地球的生命起源之秘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课题 不过地质学家却被排斥在外 没能参与其中的研究 而奇景一万将报案的猎狐罗斯送回家时 得知是死去冤魂指引的尸体位置 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差异 因为住在地球极端的原住民 经常能看到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日积日累下来 他们早已见怪不怪 罗斯认为自己的丈夫之所以出现 不是想带自己离开 就是要透露某些信息 不过谈起冰尸额头上的诡异符号时 罗斯难得表现出了些许甚重 他说这是比冰层还古老的图腾印记 一万的心中顿时一动 他记得六年前凶杀案的被害者安妮 身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纹身 此时那几具冻尸已经从冰层中挖了出来 利兹安排了一辆铲车送往室内流冰场 准备等尸体解冻后再做进一步研究 根据现有的冰山轮廓 他们只数出五个脑袋和九个脚掌 至于里面还包裹着什么 也许得等到明天才能知晓了 不过人类遭遇压力这将时会导致耳膜破裂 DV也会让他们产生幻觉 从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自残行为 这也许就是他们表情如此猙獰的原因 年轻助手推测 说不定是北极熊闯入客考战 让他们惊慌失措跑到外面避难 至于那具冰屍的嘶吼反应 应该是肌肉组织的条件反射 利兹赞赏的点点头 不过在拿到确切证据前 一切猜测都只能当成假设 年轻助手觉得有道理 翻看死者手机时 无意中发现一条视频 正是那位叫做克拉克的科考员 神神叨叨的一席话 紧接着灯光突然熄灭 难道他们在室内就遭受了袭击 然后凶手再将尸体晕到了外面 接下来两人开始走访 跟科考站合作的后勤公司 从送货的司机大叔口中得知 那位叫做克拉克的家伙最为古怪 好几次都光了身子 在冰天雪地里狂奔 而且胸口上还有个螺旋状的纹身 粒子心中大喜 查询克拉克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很快找到了六年前给他纹身的师傅 对方发来两张照片 原来克拉克正是按照 安妮身上的样式文下的图案 这恰好跟之前两人穿着同款大衣相吻合 原来他们在六年前就是情侣了 如此一来 在科考站发现安妮的舌头也能解释通了 既然两起案件真的有所关联 粒子主动找到伊万决定一起合作 因为对方了解许多安妮凶杀案的资料 两个人一起来到科考站 仔细搜了一遍克拉克的房间 并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就连那件同款大衣也不在衣柜中 不过伊万却是另辟蹊径 既然克拉克和安妮认识 那么安妮哥哥也许见过这个家伙 果不其然 当他带着克拉克照片找到对方时 后者十分爽快地表示认识这个男人 甚至还卖过一辆二手房车给他 伊万得到车牌号码后便匆匆离开 他觉得这是克拉克为了方便和安妮约会准备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援助居民 伊万瞬间猜到房车的放置地点 那就是小镇唯一的废弃停车场 这里停放的车辆并不多 没过多久他便找到了克拉克的房车 利兹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来现场 借着手电灯光 发现里面处处残留着颓废生活的痕迹 桌上放着一部手机 伊万认出正是安妮的 车顶上还画了一副巨大的螺旋符号 更让两人惊讶的是 床上居然摆放着一个人形布偶 就在这时 利兹接到助理的电话 原来溜冰场的冰雕已经融化殆尽 两人赶到现场后点了点人数 发现克拉克的尸体并不在其中 伊万认为对方很有可能没死 以上就是侦探第四季的一二集内容 这两集表述的内容 不仅仅只是案件本身 其实还有利兹和伊万两位主角的生活状态 以及以往的矛盾纠葛 侦探每一季都只讲述一个案子 不过仅靠破案根本支撑不起来 第一集的作用 更多是对人物关系以及案情线索的铺垫 不但保留了前三季的悬疑推理风格 更是添加了不少超自然元素 让人有种观看极地恶灵家怪型的感觉 但是故事的叙事节奏和腔调 依然是标准的侦探风格 看起来刺激的段落被集中在开头结尾 中间的内容看似缓慢且无用 但侦探系列的神来之笔 恰恰隐藏在这些不经意的镜头里 如果你是犯罪悬疑剧的爱好者 阿琪强烈推荐去看看原片 因为所谓的神剧 他会吸引你一遍遍地重刷某些片段 直到在某个冬夜温暖的被窝里 发现永夜之地不为人知的惊悚真相 最后忍不住发出原来如此的感慨 而且他也不会像其他美剧那样 留下大量悬念到下一季 当即故事当即了结 绝对不会拖泥带水 苦等一周的悬疑神剧侦探终于来了 这回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诡异经历 上集受到运回溜冰场的冰雕融化后 里面竟然少了一具尸体 更为离奇的是 其中居然还有一人存在生命体征 警方早早将他送去医院 能不能保住性命只能听天由命了 之前利兹警长根据线索 早已推断出克拉克具有重大嫌疑 如今对方又消失不见了 必须尽快找到他才行 副警长不但调集了所有警力 甚至连镇上的猎户都召集了过来 他将克拉克的外貌特征描述了一遍 要求众人以发现冰雕的地方为中心 向外扩散展开地毯时搜寻 其警伊万认为有些不妥 猎户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 万一抓捕时把人打死怎么办 他试着朝相反方向独自追踪 随手向前扔了一个橘子 谁知橘子竟然滚落到自己的脚下 伊万虽然惊讶 但却一点都不紧张 在这处涌夜之地 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不稀奇 与此同时 警长利兹带着助手 将克拉克的所有物品搬回了警局 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忽略的线索 助理很疑惑利兹为什么会跟伊万闹翻 对方十分擅长整理资料 利兹犹豫一番 缓缓说出多年前的往事 当时有个十恶不赦的混混 经常对自己的女友拳打脚踢 不过那个女生始终不肯报警 表示身上的伤势都是摔跤导致的 利兹明白其中内情 但也只能爱莫能助 直到有一天她和伊万在房间中 发现女孩被男友杀死了 伊万对此始终不能释怀 认为利兹本来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 两个人从此产生了间隙 直到最后越走越远 利兹形势向来理智 在大事上一直都循规蹈矩 而伊万属于极度感性的人 一言不合便冲动形势 两个人注定成为不了搭档 谁知多年后 他们因为冰雕昂再次展开合作 伊万主动跑过来帮利兹整理资料 将所有物件整齐地摆在地上 其中信息量最大的当数照片了 利兹想不通 克拉克和安妮在一起多年 为何要隐瞒恋情呢 其中有张合影引起了伊万的注意 拍摄者应该刚刚帮安妮染过头发 照片上还残留着蓝色染料 两个人立刻来到镇上唯一的理发店 伊万很快找到了同款染发剂 想不到老板娘居然是安妮的同学 她说对方身上的纹身图案是做梦梦到的 自从认识克拉克后 安妮就变得神秘兮兮 曾经还跟科考站的一位工程师大吵一架 导致对方辞职走人 据说前往冰原转职成为猎人 临走之前 老板娘还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 尼克遇害时 他曾经打电话给副警长汉克 透露了对方跟克拉克的关系 可警长丽兹却是直到最近才知晓此事 伊万起的破口大骂 钝链汉克之所以隐瞒重要线索 肯定是跟矿场有所勾结 因为安妮之前就是反对挖矿的主力军 丽兹倒是看得通透 小镇上有一半人在矿场工作 所以当时伊万查案时才会阻力重重 现在还是应该将精力放在失踪案上 为什么安妮的舌头会出现在科考站 那些尸体冰雕又是怎么回事 可伊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特意跑去溜冰场找到汉克 质问对方为什么要隐瞒线索 使之后者却轻飘飘的来了句 安妮的男友有很多 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线索 丽兹打断了两人的争吵 让他赶紧去找失踪的克拉克 盯着对方离去后 他又提醒助理 别忘了破解安妮的手机 里面也许会有重要线索 伊万虽然不满丽兹的处理态度 可调查案件时没有丝毫怠慢 他连夜来到小镇曼士通的住所 希望对方帮忙打听科考站离职工程师的下落 后者虽然一口答应下来 但也提出来一个古怪的要求 希望伊万说出心中最在意的秘密 这也难怪男人会成为小镇上的万世通 伊万想了想 表示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母亲 父亲因为嫉妒虚久 母亲很早就带着伊万和妹妹离家出走了 不过后来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经常看见奇怪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母亲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 得到万世通帮忙找人的承诺后 伊万准备连夜驱车离开 却不想耳边响起奇怪的呼喊声 隐约间看到前方有道人影 正要追上去却不小心滑倒 下一个他就见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难道伊万也遗传了母亲的精神疾病 他病了定神再次回到车上 却不想接到了妹夫的电话 他说伊万妹妹突然开始大声尖叫 随后便跑出家门不知所踪 伊万挂掉电话驱车来到幻境中的废弃小屋 他的妹妹果然蹲坐在不远处 显然这里对姐妹俩意义非凡 很有可能是他们曾经的住所 与此同时 小镇上唯一的住产房内 护士们齐心协力总算帮孕妇产下宝宝 众人忍不住欢呼雀跃 因为这是近几个月内 去之可数的新生儿 可惜还没过多久 婴儿便停止了呼吸 大家自发地围坐在一起默默祈祷 此时传出去后 越来越多的本地居民聚集到某处废弃厂房内 他们都和安妮一样 是矿产开发的坚定反对者 自从那群无良商人来了之后 他们再也猎不到健康的动物 喝不上纯净的水源 认为小镇总有一天会因为矿产开发而在地球上消失 丽兹的女儿在朋友的介绍下 第一次来到这里 看着周围人群坚定的目光 让她由衷找到组织的感觉 不过回到家里后 很快就被母亲察觉出了尼端 丽兹警告女儿不要跟那些破坏矿场的人打交道 否则迟早有一天会面临险境 因为极业封路的缘故 警方申请的法医迟迟无法到位 丽兹只能请来镇上的兽医 对那些溶解的尸体进行初步判断 后者瞟了几眼便一口断定 这些人在冰冻之前就死了 他看过冻死的动物 死状一般都很安详 反观这些死者各个面目猙獰 感觉像是被吓死的 丽兹心中一动 差点忍不住让他帮忙解剖尸体 不过想到这是严重违规行为 只好作罢 好在伊万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万事通打听到了离职科考员的下落 于是两个人立刻驱车来到冰原上的土著聚集地 找到领头人询问一番 离职科考员果然就在这里 谁知敲了半天门没有得到回应 丽兹强行推开房门 只见一位大爷举着猎枪正经危坐 对方正是那位离职的科考员 不过态度却十分强硬 真言这是自己的私人领地 结果丽兹二人毫无所获 就被赶了出来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 他们觉得那个人绝对有问题 这时候丽兹接到医院的电话 那位冰冻的科考人员醒了 两个人匆匆来到医院 老远就听到病房里传来嘶吼声 原来对方大面积动伤 此时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 丽兹迫不及待地询问 冰层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者不断重复 他醒了 过来找我们算账了 这根视频记录中 克拉克莫名颤抖后 所说的内容差不多 这时候医院外突然有人闹事 丽兹不得不跑出去帮忙 仅剩下的医院 突然看到科考员淡定地坐起身 下一刻他就躺回床上停止了呼吸 两个人正要离开医院 恰好遇到等候多时的助理 原来他已经破解了安妮的手机 里面有条遇害前的视频 对方像是发现了什么恐怖的存在 紧接着便传来凄厉的嘶吼声 以上就是侦探的第三集内容 难道这处位于世界极端的小镇 这有什么常人无法理解的存在 因为开矿人员的过度破坏 招来了对方的恐怖报复 可为什么他要选择对科考人员下手呢 还是说单纯只是某些人的残忍举动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这部犯罪悬疑剧 竟然演变成了科幻惊悚剧 男人在雪地里冻成冰雕 可死因却是眼角磨烧伤 而共磨破裂 全身多处咬伤 这种症状太过特殊 警长丽兹让助理查查看 小镇上是不是有其他人受过类似的伤 而他自己则全身心地研究 安妮临死前拍下的视频 看着四周的环境 像是身处某个冰窟中 墙壁上还镶嵌着动物尸海 这时候丽兹接到电话 周六的警察要将动势拉走 他正要赶过去时 半路上遇到伊万的妹妹没穿外套 走在冰天雪地里 因为对方患有精神疾病 丽兹只能亲自将她送到姐姐身边 后者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尽管两人工作上有些不和 但关键时刻都能靠得住 伊万察觉到妹妹的精神病好像又加重了 让她独居在郊外 有些放心不下 于是干脆找了家护理中心 她希望在这全新的环境里 妹妹能收获不一样的心情 而此时的丽兹已经回到警局 年轻助理总算有了新的发现 她找到一位跟冰冻科考员同样症状的病患 对方的名字叫做奥迪斯 眼角膜烧伤耳膜破裂 喜欢小偷小膜是警局里的常客 不过两个月前突然失踪了 丽兹觉得这个人有些可疑 让助理立刻组织人手搜寻 可现在大家都在寻找嫌犯克拉克 哪里还有空闲的警力 随后丽兹打电话询问伊万 附近哪里有冰冻的动物事故的山洞 后者虽然不知道 但是可以找人询问 这就是当地土著的优势 两个人很快来到一处人家门口 屋主人是名地质学家 看完安妮的视频后 断定墙壁里镶嵌的是筋骨 可能存在于距离不远处的布鲁克斯山脉 不过那里的冰冻蜿蜒曲折 非专业人士进去很有可能被困 伊万立刻表达了要去探索的想法 地质学家推荐了一位向导 那就是冰冻地图的绘制者奥迪斯 丽兹听完后大吃一惊 这不就是他要找的奇怪患者吗 可惜对方已经失踪两个月 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再次中断 丽兹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视频 总算发现另一处一点 视频的最后似乎被人掐断了电源 他回想起科考站里的那则视频 同样在结尾处灯光按了下来 很有可能量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一致 至于冰窟里为何会有电力 想必是安装了发电机 整个小镇最有可能办成此事的 只有那位从科考站离职的设备工程师了 之前丽兹和伊万找过对方 他的态度十分古怪 现在看来果然还是有些问题 丽兹希望伊万再去一趟 因为对方持有枪械 为此还特意叫上年轻助理陪同 今天就是圣诞夜 丽兹必须留在家里陪女儿 尽管年轻助理很不爽 但身为打工仔就得有打工仔的觉悟 这边的伊万正准备出发 忽然接到妹妹的电话 今天就是圣诞夜 让她注意查收门口的小礼物 伊万的嘴角微微上扬 这个世上还是有人在乎自己的 却不想妹妹那边刚刚挂掉电话 突然发现床底下滚出来一个橘子 她好奇地低头望去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睁开了眼睛 妹妹没想到换了环境后 自己的精神疾病并未得到缓解 她已经受够了这种没日没夜的惊吓 于是默默脱下全身衣物 心无旁骛地朝着远方深海走去 此时的伊万和助理 再次抵达郊区的土著聚集地 可推开工程师的房门时 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用品摆设 像是许久没人居住的样子 地上螺旋符号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正中心还放着一个刻着符号的石头 这时候外面有居民靠近 表示工程师在伊万上次到来的第二天就离开了 后者询问白色石头的来历时 几位居民的脸色七七一变 很有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伊万知道从他们口中问不出来什么 正准备回去跟妹妹一起过平安夜 却接到海岸警卫队的电话 他们在海边找到了伊万妹妹的尸体 伊万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他匆匆跑去妹妹居住的护理中心 试则门卫为什么没有看好妹妹 就连对方离开的时间都不知道 随后伊万又找到平常最看不惯的小混混 冲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可他毕竟只有一个人 很快就被对方打趴在地 也许只有这样 他才能忘掉失去妹妹的痛苦 没过多久 伊万满脸血迹地来到朋友家里 现在的他孤身一人 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而此时的丽兹还在赶回家的路上 前方突兀地出现一只北极熊 他连忙调转方向 汽车一头扎进了雪堆里 那只独眼的北极熊凑在窗口望了望 喷出几口气后便转身离去 当天夜里 丽兹又做梦了 那个小男孩再次依偎在身旁 忽然外面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原来是伊万前来汇报昨晚的调查结果 除了刻有螺旋图案的石头 其他什么都没发现 随后伊万突然来了剧 我妹妹昨晚自杀了 遗体今天就会送到 丽兹听完后大吃一惊 昨天他还和对方见过面 伊万此时的情绪非常逼落 他的母亲和妹妹 都是因为精神疾病相继离开 下一个也许就该轮到自己了 丽兹让他别瞎想 可伊万却是非常笃定 这是他们家族的诅咒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几人 丽兹突然想到一件事 当时两人在追捕人渣混混时 伊万像是看到了什么 可他到现在仍然坚称什么都没看见 这时候丽兹的手机响起 助理说有人在挖泥船附近 发现可疑的身影 于是他密码喊住准备离开的伊万 两个人匆匆朝着挖泥船方向驶去 照片上的身影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克拉克 那送挖泥船虽然已经荒废 但是可以遮风挡雨 绝对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两个人很快抵达目的地 远远望去 挖泥船的个头还不小 他们顺着入口爬进内部 墙壁上满是诡异的画像 显然这里曾经有人居住 两人刚刚看到铁门上的螺旋图案 楼上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他们毫不犹豫地转身追去 后方的伊万听见有人喊自己 停下脚步一看 妹妹的尸体从水池中飘过 匆匆绕过护栏 他看到地上有道清晰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到尽头 伊万看到一个发光的圣诞树 心中再次涌起 没能跟妹妹度过平安夜的遗憾 转过头时 身后竟然站着妹妹的身影 而此时的利兹发现伊万不见了 可为了追捕克拉克 他也只能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将人堵到角落里 摘掉帽子一看 对方竟然是消失两个月的奥迪斯 他的精神像是受到很大刺激 最终不停重复着一句话 安顿好奥迪斯之后 利兹总算在拐角处找到了伊万 却发现对方双眼赤红 耳朵里还渗出了血迹 以上就是侦探的第四集内容 这部剧的最大特色 就是每集注水内容太多 精彩部分多留在后面几分钟里 果然靠一个案件 撑起整部剧没那么容易 总结这一集的进展 看上去线索不少 但是好像又没有任何推进 反而一点越来越多了 不过伊万经常遇到诡异事件 算是解释通了 想必是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 他的妹妹就是前车之剑 现在伊万的病情应该也加重了 不过是否牵扯到诅咒 或者灵异事件 估计还得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 看本集结尾伊万的状态 应该也是眼眸灼伤耳膜破裂 跟医院里的冰冻人 以及奥迪斯的症状一样 难道真是中了诅咒的力量 很有可能就跟所谓的暗夜之国有关 那个出现数次的螺旋图案 应该就是代表暗夜之国的图腾 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这件扑朔迷离的冰事案 总算迎来关键进展 女警丽兹在废弃瓦尼船中 找到了流浪汉奥迪斯 她的身上穿着嫌疑人克拉克的外套 而且眼角烧伤耳膜破裂 和那些冰事的症状一模一样 询问之后总算得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30年前奥迪斯勘探时 忽然遭遇冰层坍塌 很多人困在里面相继死亡 只有她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 循着声音走过去 竟然看到一片开阔的冰洞 之后她就在医院里醒来 双眼灼伤 耳朵也废了 克拉克在前几天找过奥迪斯 就是想询问对方是如何避免死亡的 显然那些科考队员 赶到了暗夜国度的召唤 知道自己命不久已 不过丽兹对于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并不感冒 拿出地图让奥迪斯说出 安妮生死的洞穴在哪里 后者指出大概位置 提醒丽兹那里的冰面非常薄 搞不好就会丢掉小命 丽兹也不少 当然要拉着奥迪斯带路 谁知后者宁死不从 除非能够得到一些白面 丽兹知道奥迪斯是个瘾君子 但是他身为警察 怎么可能答应如此荒唐的请求 两个人就此不欢而散 他只能拉着一万钱去洞穴附近探探路 却不想上山的道路 居然被石块堵死 显然有人刻意阻止警方的调查 一万认为跟银天矿业脱不了干系 因为此处就是那家公司的闭盘 与此同时 一大帮当地居民来到银天矿业的挖掘地点抗议 此处的土地和水源遭到严重破坏 居民们不止一次要求他们停止作业 公司的保安纷纷跑出来阻止 双方很快发生肢体冲突 周景接到报案后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其中就有警员伊万 他在混乱的人群里看到一个熟人 正是丽兹处于青春期的女儿 伊万连忙上前 制止了还在动手的警员 准备将叛逆女孩带回警局里 丽兹此时恰好在忙 看都没看自己的女儿一眼 只是让人先将对方关起来 翻信伊万再说 年轻助理查到一条重要消息 出示科考站的背后金主就是银天矿业 那么他给矿洞评估的污染数据 就没有任何权威可言了 这家公司能在冰层上开采多年 和完全达标的污染数据脱不了干系 这也是丽兹严厉禁止女儿参与抗议的原因 银天矿业的背后势力超乎想象 伊万提醒他 之前抗议冲突时 是周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 相信对方也会插手此事 果不其然 丽兹很快接到周景官员康那里的电话召唤 见面地点就在银天矿业的总部 他正好要找这里的负责人凯利问话 随即便取出助理的调查报告 银天矿业居然自助检验自己污染数据的研究机构 其中肯定存在利益交换 谁知凯特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 表示回头好好查查 随后便反将义军 指责丽兹和伊万 为什么要前往公司的私人领土 仗着有周景官员在场 利兹实话实说 他们已经找到洞事案的关键线索 凯特着急的出声询问 是谁指出冰冻的位置所在 利兹说出奥迪斯的名字后 就有些后悔了 周景康那里劝他放宽心 因为科考站洞事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他们在永夜来临前遭遇了板块雪崩 耳膜破裂和软组织受损 都是瞬间冷冻造成的 而恐怖的样貌 也有可能是低温环境产生的幻觉 也就是说这起案件源于天灾 并不存在什么杀人凶手 没有继续查下去的必要了 可利兹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况且安妮被杀案也跟那处冰冻有关 康那里的脸色一变 突然提及多年前 利兹和亿万联手破获的人渣混混案 表示凶手并不是自杀的 利兹话到嘴边没再说下去 而是陷入深深的沉默 负责人凯特刚刚离开公司 他便找到副局长汉克 威逼理由对方想办法除掉流浪案奥迪斯 因为对方知道的太多了 想不到两人一直存在利益往来 汉克暗地里帮矿业公司做过不少龌龊事 凯特承诺只要办完这件事 一定会想办法帮他提为局长 而另一边的伊万经过多方打探 终于得知了画有螺旋符号石头的来历 这是前人挂在冰雪洞口 仅是猎人不要靠近的标志 随意闯入者很有可能会被冰层吞没 伊万听完后恍然大悟 原来所谓的暗夜国度 就是指安妮遇害的那一处山洞 于是他第一时间找到利兹 认为无论如何都得尽快探索一番 那里可能是两起案件的是发现场 肯定能够找到关键线索 谁知利兹却出声打断 这个案件已经结束 没有继续查下去的必要了 随即便说出了 周警官员知晓人渣混混不是自杀的事情 伊万先是一愣 可是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他还是决定继续查下去 见利兹一如既往的理智 犹如多年前放弃安妮的案件一样 伊万生气的甩头就走 顺便还把他关押的女儿给放了出来 利兹回到家冷静地分析利弊 始终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可当他跑去邻居家里寻找女儿时 又忽然改变了主意 因为对方说出了自己参加抗议的原因 过去三个月里 足足九名婴儿难产死亡 如果采矿继续下去 小镇迟早都会消失 利兹听完后心头俱阵 特意跑去墓地探查一番 因为极业的缘故 这些尸体还没来得及下葬 女人轻叹一口气 心中终于有了抉择 歹毒的矿产公司一日不除 小镇便永无出头之日 种种迹象表明 这家公司还和两起凶杀案 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利兹再次跑回警局整理证据时 无意间看见鬼鬼祟祟的副局长汉克 他瞬间反应过来 一定是对方向周警告的密 随后便将助理叫到办公室 轻易拆除对方的开机密码 就是女友的生日后 他断定是助理的父亲 也就是汉克副局长偷看了他的电脑 因为曾经的那起人渣混混案 除了他和伊万 就只有助理掌握了详细资料 当时利兹已交回了大量卷宗 可助理的电脑里还存有几张照片 其中一张存在明显的破绽 人渣混混是个左撇子 可他自杀的照片 却是从右边开枪的 这明显是利兹和伊万杀人后 伪造成自杀的假象 汉克推断出这个事实并不难 并第一时间找到周警告密 利兹只能感慨造化弄人 拿出口袋里的钥匙 让助理搬到他家的后院 不要再跟混蛋父亲住一块了 当他离开办公室后 汉克匆匆跑过来找儿子探口风 年轻助理觉得父亲 根本不配做一名警察 大骂着将对方赶出房间 没过多久 利兹来到关怀中心 找到了奥迪斯 为了查清案件的真相 这位警长也是豁出去了 决定答应对方想要白面的请求 只要他能带自己前往冰冻入口 而另一边的伊万 此时已经整理好妹妹的骨灰 他找到了当地居民罗斯 准备将妹妹葬在冰层下的海水中 可当伊万完工后正要离去 耳边忽然响起安妮的呼唤 他寻着声音不自觉地向前 周边的情景忽然一变 伊万某个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走进了宝兵层 这时候罗斯的提醒传来 让他趴下身子 慢慢往回爬 好不容易脱离险境 罗斯说自己嗓子都喊哑了 可他却一个劲地向前走 伊万觉得这是安妮的冤魂 在向自己哭诉 可他只是一名小警察 不过没有利兹的支持 他根本无法继续查下去 谁知利兹的电话很快打来 让他赶紧收拾一番 准备前往冰雪 因为奥迪斯此时 已经指出洞穴入口所在 不过要等他过把影后才能出发 就在这时 外面响起门铃声 竟然是副局长汉克深夜来访 他说自己接到周警的通知 前来带走流浪汉奥迪斯 利兹还在差异时 奥迪斯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汉克立马掏出手枪 见对方想要逃走 他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接着又不放心地补了一枪 枪声很快引来后院的年轻助理 看清场间行事后傻愣在原地 谁知汉克非但不知悔改 还指挥儿子帮忙处理尸体 他竟然要对利兹下手 助理立马扣动扳机 当伊万来到利兹家里时 三个人对着两具尸体沉默良久 利兹决定打电话将此事上报 可伊万却觉得不能打草惊蛇 趁着周警和迎天旷野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应该立刻前往冰雪探查真相 随后又叮嘱助助理留下来清理现场 并将尸体运往罗斯家里 对方知道该如何处理 没过多久 两个人带着地图前往冰雪 夏季将迎来本剧的大结局 所谓的暗夜国度即将揭开神秘面上 那处冰雪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王猜有很多种可能 不少网友说是远古病毒 能够破坏人体的远古组织 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幻象 这就能解释科考员死亡的原因了 不过尸体为什么会跑到外面去 迎天旷野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就要等到下周才能揭晓答案了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诡异的冰雪案终于真相大白 一切看似荒诞离奇 但又合乎情理 欢迎继续收看 侦探第四季的大结局内容 利兹和伊万连夜开车前往冰雪 准备探究所谓的暗夜国度 根据地质学家提供的建议 他们在山脉的最高层造出缺口 这里果然直通山洞的内部 两人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四周墙壁包裹着厚厚的冰层 在灯光的照射下散发出点点荧光 伊万无意中发现一处低矮的插路口 他竟然鬼使神差地钻了进去 利兹没办法 只能跟着穿行在夹缝中 可没过多久 前面就没路了 他正要习惯性地吐槽几句 伊万脚下的冰层突然破裂 原来下面还有一层独立的空间 利兹心中慌得不行 刚想转身寻找工具 结果他也跟着跌落下来 伊万举起手电环过四周 一道熟悉的身影一闪而逝 竟然是嫌疑人克拉克 可惜一眨眼的功夫 男人便彻底消失不见 打开照明灯光 两人发现这里摆放着许多凿兵设备 伊万举起手电照相顶端 赫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螺旋图案 而利兹则在工具盒里 发现一种六边形工具 这跟安妮身上的伤口完全闷合 难道对方就是在此处遇害的 伊万无意中看见 地板上有移动的痕迹 于是喊来利兹一起抹开货架 竟然在后方发现一处隐藏洞口 两个人顺着铁梯向上攀爬 没多久便遇到一个铁质圆盖 打开一看 利兹彻底震惊了 他们居然回到了科考镇的办公室 想不到安妮与亥的洞穴 居然和这里是联通的 怪不得克拉克会突然消失 两个人开始小心翼翼的四处搜索 看现场遗留的脚印 对方一定藏在某个房间内 利兹一个不小心 被克拉克反锁在冰冷的库房内 没过多久 伊万也在转角处遭受闷棍 不过两人都是性格坚韧之辈 当利兹用铁棍敲碎玻璃时 伊万已经将克拉克按在地上抱锤起来 要不是他及时出生阻止 或者可能已经变成冰冷的尸体 两人都是言行逼供的老手 并不着急问出心中疑问 而是掏出安妮临死前录制的视频 用耳机连上后强行塞进耳朵里 循环听着昔日爱人临死前的哀嚎 克拉克发出的惨叫声 比安妮还要大 当利兹二人安逸的享用完晚餐 男人已经临近崩溃边缘 接下来便如倒豆子般 说出了过往的一切 原来科考站在动土中 发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微生物 号称能够治愈时间的任何疾病 不过动土太过坚硬开采的难度非常大 直到矿业公司来到这里采矿 他们意外发现排放的污染物能够软化动土 极大的提高了微生物的开采效率 伊万十分好奇 这跟安妮遇害有什么关系 克拉克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 他和安妮认识后不久 对方无意中发现了一份笔记 上面零星记录了科考站和矿业公司的非法勾当 本就有些偏激的安妮 竟然将科考站这些年采集的微生物全都破坏了 可他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被一名科考员发现 对方发了疯一般用工具扎扎安妮 克拉克文讯赶来后 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 因为其他科考员也抵达现场 得知多年艰辛毁于一旦 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打杀的行列 直到安妮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克拉克亲自完成补刀的工作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接受爱人的痛苦 伊万突然想起来 是谁割掉了安妮的舌头 克拉克摇了摇头表示 尸体一直都是完整的 直到科考站联系到矿业公司 他们派来副警长汉克搬运尸体 想必是对方干的好事 用来警告其他抗议矿业公司的居民 利兹实在听不下去了 这些人为了利益 居然能够丧心病狂告如此地步 好在伊万这回忍住了冲动 没有当场杀掉这个混蛋 两人同时回想起多年前抓捕人渣混混的一幕 当时伊万看到现场凄惨的画面 毫不犹豫的一枪杀掉了罪魁祸首 如今安妮凶杀案基本水落石出 可最为诡异的冰尸案还有待揭晓答案 贫复完激荡的心情后 利兹二人继续开始审论工作 却不想克拉克一提到这件事 就变得神经兮兮起来 他说是安妮的冤魂回来报复了 那天晚上科考站突然停点 他立刻意识到不妙 于是第一时间跑进洞穴隧道中躲藏 同事们在外拼命呼救 可他根本不敢打开铁门 紧接着更加猛烈的敲击声传来 他以为是安妮的冤魂没有离开 于是一直躲在隧道里好几天 这段时间他也没去过哪里 唯一一字外出就是寻找奥迪斯 想要知道摆脱冤魂的办法 利兹觉得克拉克还是有所隐瞒 决定让他冷静一晚再说 随之半夜里 整个小镇的电力突然中断 利兹也被走廊外的脚步声惊醒 他顺着身影跑到外面 只看见一万呆呆的处理在暴风雪中 原来克拉克不知何时逃到室外变成了冰雕 好不容易找到的证人就这样死了 利兹差点气疯了 他指责一万没有看好克拉克 随即突然反应过来 停电让暖气停止了供应 两个人迟早也会冻成冰雕的 一万想到客考站的备用发电机 可惜燃料耗尽根本无法工作 随着气温的逐步降低 利兹竟然也出现了幻象 而一万则更是夸张 他甚至看到了克拉克死而复生 两个人只能点燃一堆篝火 连觉都不敢睡 坐在一旁取暖 可一万却显得非常悲观 外面的暴风雪短时间内不会停止 两人算是困在这里了 他甚至听见了死去妹妹的呼唤 利兹烦透了一万的神神叨叨 让他聊聊北的话题 结果一万又不合适意地提及 利兹死去多年的儿子 后者气得大喊一声闭嘴 他宁愿跑去睡觉 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可是后半夜的气温实在太低 利兹动得根本睡不着 当他再次来到篝火大厅时 却发现一万居然不见了 通向外面的大门敞开着 难道对方又跑去外面了 凛冽的寒风裹挟着 额毛大雪肆意呼啸 可利兹仍然听见了 飘渺的呼喊声 低头一看 死去的儿子竟然在冰层下方求救 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冰面 结果下一个便落入水中 几滴的温度让他瞬间失去意识 好在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伸入水面 原来是一万赶来救援了 他将利兹拉到篝火边不停摇晃 儿子之嫩的脸庞一闪现 利兹总算从幻密中苏醒 缓过进来后 他的状态好了许多 真言有种恍若格式的感觉 现在他总算明白 那些兵是为何会面目猙獰呢 原来低温真的会让人产生各种幻觉 一万询问到底是谁想要打开密道铁门 利兹眼前一亮 只见他匆匆跑去医务室 拿出几瓶药剂 均匀撒在铁盖背面后 在荧光的照耀下 几个惊喜的掌印顿时显露出来 毫无疑问 这就是凶手杀害科考队员后 准备进入隧道对付克拉克式留下的 小镇的居民本来就不多 通过一一比对 他们很快找到了掌印的主人 对方是当地人自发组件的妇女之家的成员 某次在科考站打扫卫生时 无意中发现了地下隧道的存在 结果看到了刺死安妮的工具 而另一名员工在警局打扫时 恰好看到安妮的伤口照片 这个名不经传的小组织 竟然表现出了超过警局的办案能力 拘手投足间便锁定了杀害安妮的凶手 一万质问他为什么不报警 后者却是嗤之以鼻 如果警方有用 安妮的案子早就破了 他们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惩罚凶手 一群妇女先是关闭科考站的店员 接着打开提前录好的恐怖音效 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后 科考员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一锅断了 唯独躲入隧道的克拉克逃过一劫 众人将这群杀人凶手 运亡几公里外的其寒之地 逼迫他们脱掉衣物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结果没过多久 科考员便琪琪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额头上的螺旋符号 也只是他们转移注意力的手段而已 说完这些后 妇女之家的所有成员琪琪现身 唯独少了死去多年的安妮 严格说起来 眼前的众人全是杀人凶手 可利兹却站起来表示 那些冻失的事件报告已经出来了 他们全都死于雪崩 这个案子其实早就结束了 原来丽兹并不打算追究这些人的责任 不过伊万还有一个疑问 安妮的舌头是他们放在科考站的吗 领头的富人玩味一笑 显然默认了伊万的猜测 故事的最后 丽兹在记者面前 不但隐瞒了洞事案的真相 而且还给副警长的失踪 编织了一套完美的说辞 其实他的尸体早就被助理 扔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伊万的做法更是解气 居然让格拉克在临死前 录制了一份矿业公司污染环境的视频 以上就是侦探第四季的全部内容 原来整部剧里并不存在鬼神之说 之前看到的怪异现象 都可以解释成低温或者精神疾病导致的幻觉 这是奇怪的伤势 好像没有合理解释 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